早安 太晚 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 吐司家伙推大 咬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德先生这么说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 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 我是夏志平 现在时间已经是早晨了7点07分了 此刻我们要为您来连线 真理大学法律系的文景清副教授 请吴老师为大家来解说 有关于刚刚我们所提到的 就是前总统马英九泄密案 获判无罪定验 但是却引发了监察权跟司法权 这两个权的也许是相关的监督 或者是相应该说是互相制衡 这该怎么办这个话题 老师您早 谢谢老师一早接受我们的访问 老师除了今天我们要讨论的 马英九的话题之外 那么另外有关于太阳花的事件 前台北市警察局的局长 获判无罪这件事情 待会我们在节目结束之前 有空的话也要跟老师请教一下 那我们先看到这个 陈思梦这个事情 我想先请教一下 在访谈之前 因为这里面提到了 陈思梦认为法官滥用自由心证 我先请老师跟我们的听众解释一下 如果我们听众其实对司法并不了解的话 可不可以请您告诉他们 什么叫做自由心证 这个自由心证倒是 我们常常只要是 我们在讲某一个判决是恐龙的话 大概都会联想到这四个字 那这个稍微讲一下 就是说 关于那个法律的 你如果要说自由心证 一般讲的是有关证据的判断 就是说 比方说这个目击者 他讲整个的过程 讲完了以后 然后呢 他到底可不可以证明就是被告 那个行为人就是被告这一点 这叫证明力 那这个证明力 因为法律不是数学 也没有办法量化 没有办法量化 没有办法说 你这个目击者 现场目击者讲的这个话 比方说满分十分 我就给你三分 法律没有办法做这样的规定 所以呢 我们在行事后 才要赋予给 这个法官一个什么 我们就现在叫做 自由心证的一个 一个判断的空间 这个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那当然 这个目前唯一有对 这个所谓的自由心证 做一个限制的 就法律有规定的 就针对自白 就是自白 今天如果这个法官要判这个被告有罪 不能光凭他的自白 还要一个补强证据 那所以等于是自白最多就是二分之一 然后那个补强证据要二分之一 目前对自由心证大概只有这个限制 除此之外就是 你就看法官啊 好 那这个自由心证的解释是这样子的 但是大家一般在批判 法官的老实讲 不是只有这个部分 还有一个前半段法律解释的问题 我想这个可能才是比较麻烦的问题 就是说法律的解释 条文大家看的都是一样 但是在解释上面来讲 就有可能出现一审二审三审 大家解读不一样 老实讲大家受的法律训练老实讲一样 大家也都读法律系 然后都经过设法特考 一样的训练都一样 但是就是会在一二三审会 会有对同一个法律的解释不一样 那没办法 那法律条文就不是数学 每个人解读 我们在立法者当然 想办法要把法律明确化 就避免造成这种情况 可是这个没办法 法律就是不是数学 所以如果我们现在讲 那个所谓的自由心证是 想刚才我们那个证据的证明力 那如果你要讲就是说 我们两个字换一下 自由判断 那个就是法条解释 这边的空间有的时候 可能比那个证据那边更大 所以我们一般在讲的是 大概是这两个部分 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 那现在这个监察委员陈诗梦 他显然是怀疑说 历任审理马英九的案子的 这个法官是滥用自由心证 问题是老师 我们常常听人家讲 司法不是独立运作吗 那这个监察权 可以干涉到司法权吗 现在就是有一个 有一个很大的麻烦 因为我们要不全 司法要独立 就是别人有任何的外力 或者是他上面 给他的指令来做判决 对啊 可是问题来了 又连结到我们刚才讲的 那个自由心证的问题 如果你让他完全独立的话 那没辙啊 大概就只能骂了 骂恐龙嘛 大概就是这样 所以呢总是要有一个 有一个自刃的机制存在 否则的话你光用一个 司法独立就把你们这个 叫你们这个人闭嘴 这样也不好 那你说要去自刃法官 那大概都只能 原则上你要在审判的过程中 去监督他很困难 因为他审判独立 检察官这边还可以 因为检察官他不是真正的法官 他只是个歧视者 所以检察官这边有一个叫做检查一体 就是由检察长来监督你这个内部 就有内部检察一体内部管控 去制衡那个检察官 可是法官不行啊 以前台湾也有一段时间 就是说法官写完判决书 要宣对外宣誓之前 要宣送给院长和 那这个认为说会影响到 法官的审判独立 所以就废掉了 所以这个内部管控的机制 目前只能具有上诉审 去你一审不服你上诉 具有上诉审去 但是这个上诉审 这种监督只是个案性的 而且有的时候 我们虽然常来讲 台湾的法院的判决 一二层不一样 三个层都不一样 但大部分的情况是 不大会出现这种情况 大部分 好那这种监督市场也很有限 是 好那所以呢 我们只能利用 事后判决 判决确定你以后 再去做一些究责 那我们在刑法里面 事实上有一条 就专门针对法官 叫王法裁判罪 王法裁判罪 我这个听讲 它是一到七年也很重 可是问题是 这个王法怎么个王法 对 因为从一个法律 我刚才讲过会有很多的解释 你不能讲说 讲说一审的判无罪 他这样解释法条 判无罪 然后后来这个案件 如果是有罪就一定 那你能说一审的 这个判的法官王法吗 可能很困难 我们刑法因为要件很严格 所以这一条 从我们有刑法 大概1930几年 有刑法制定的时候 就有这一条 但是我印象中 除非这个法官有收钱 贪污 否则这一条是从来没用过 是 老师您继续 那这是刑法 刑法这一条 真的很难 根本不可能 除非他这个法官收钱 贪污 好 那所以呢 那这个时候 我们后来就慢慢 民国一百年以后 我们就想到 这个也讨论了20年 就想说 这样不行 人刑法没责 那总是要 要有一个东西 来作为淘汰机制 不然就觉得他骂成这样 一般以后 我们就弄了一个法官法 这个讨论了20年 终于 终于出现了 那不过当时呢 虽然讨论了20年 争议性还是很大 所以当时 施法院他的说辞是说 先求有 然后呢 三个字叫做 再求好 这个我们常常听到 台湾的立法政策 都是这个样子 我一听到这个就昏倒 老师你不可以昏倒 因为我们往往有了以后 就从没好过 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说 这个在法官法制度 就是为了 然后检讨这个法官监督的 检查官监督的问题 就设立一个很重要的委员 就是说法官评件委员费 对 这就是说 这个法官评件 我来针对 你如果来检举这个 这个法官这个个案 程序严重挟持 我们就开完会议以后 开完会议以后 如果认为有承接必要 就移送给检察院 然后再由检察院来决定 你要不要弹劣 他过程大概是这样 可是现在问题来了 就是说 第一个 刚才我讲的法官评件 他这些人怎么来的 他就罚 因为这个会计有修 我们先讲就罚 就罚的话 他有七个是所谓的法律人 就是法官检察官跟律师 那外部人有几个呢 就罚只有四个 那一看就知道 你这四个 大概你投票怎样 第一个可能出现 一样的票数 不是这四个 你再怎么投都不会赢过那七个 对啊 然后第二个怎么来的 更重点是怎么来的 这个比较重要 怎么来的 都是自己人怎么办 那这四个人呢 他呢虽然讲说 要社会公正人士 可是问题是 什么叫做社会公正人士 而且最重要的是谁选的 那是斯瓦恩选的 那斯瓦恩应该很难 找一 这四个里面很难 找一个叫吴景清的 对啊 我都讲得很白 就是说 这个平均机制 就是说 他目的很好 他立法的目的很好 可是 一看就知道 那更重要的是说 他要移送检察院 那检察院可不可以决定不弹劾 可不可以呢 可以啊 因为检察院是宪法的组织 对 他是比这个法官批刑委要大 一个是法律 法定的组织 一个是宪法的组织 他都全专属于 那个检察院 那个是宪法明文的 说我当然可以 可以不要啊 说没有 还不到这个程度啊 这就出现问题 然后呢 检察院就算盘和了 要到哪里 以前是到工程会 那现在呢 就为了这个问题 特别在 在这个事案 成立一个叫做 职务法庭 好 那职务法庭有五个 五个法官来审这个法官 或检察官 你到底要不要惩戒 对不对 对 这看起来好像也比以前好啊 因为以前用工程会 那个怪怪的 那用职务法庭 也让你有说明的机会 对不对 对 这样也不错 那问题是 这五个法官怎么来的 同温审嘛 一样是法官体系里面 就都找出来了 学长拥 学长 学弟制 纵纵举起 轻轻放下 因为 这个就是道德风险嘛 因为我 我这五个法官 我前面想 如果对他下动手 万一有一天 我在下面怎么办 对 对 这个算是很现实的问题 这是道德风险嘛 所以这个法官 制定了以后 大家这个效果真的很差嘛 对不对 根本就发挥不了 不了任何的机制嘛 那更重要的是说 跟刚才主持人提到的 那个自由行政那个问题 有关系就是说 在我们的法官法里面 他明文说 法律见解是不能评见的 哇 惨了 老实讲 我们要设立这个目的 有很大的原因 就是在解决 那个法律见解 差很多的问题 是啊 结果你要说法律见解 是不能评见的 嗯嗯嗯 那等于是 老实讲 法官评见委会 我刚才讲已经是 武功 已经是只有十分 大概也只有三分 那你这一条 一加上去 等于只剩下一分而已 好 所以基本上 没有什么作用了 那这个 前一阵子 我们在节目里面 曾经探讨过 大法庭 大法庭就是说 至少能够解决这个 不是就事实来 那个大法庭是 七月四号 刚刚成立的 嗯哼 那它是要取代 那个判例的问题 嗯哼 那但是哦 老实讲 目前还没有任何案件 大法庭开的 因为才七月四号而已 可能快的话 要到下个月啦 嗯哼 那我也不看到 这个大法庭啦 为什么啊 为什么啊 所以大法庭 这意思就是说 我们常常有 台湾有很多案件 比方说那个 贪污罪的职务行为的 那个法庭直前说 跟施子英详义说 哦 这个是这几年 贪污案件里面 都会碰到的 嗯 然后每一审的 见解不一样嘛 是 才能有罪无罪 这样 好 那这样这个案子 最适合大法庭来 来审理 那但是问题来了 就是说大法庭 要公开审理 要开庭 要辩论 我们最高的 还真的很少在开庭的 那只有这个庭 开庭这个是好的 那开完庭 辩论完以后 来 那紧接着怎么办 嗯 主任你认为 大家会听说 你想一想 应该怎么办 应该是不是直接 就这个案子判决 对啊 对 可是他不是 目前的资助事役 不是这样的 他只做统一见解 然后再发回给 那个 那个程审的那个庭 嗯 再判 再去讨论 因为他不能针对 那个个案去判 所以他写出来的 法律见解 老子这样 跟现在的判例 没有什么太大差别 那到时候 回到原庭 原庭要再看 那个 哇你这个意见 又那么抽象 我又开始解读了 哦 原来是这样 好 各位听众 今天早上的视频 为您连线访问的是 真理大学法律系的 吴景清副教授 请吴老师为我们来解说 有关于 我们从 马英九 前总统马英九 这个泄密案 被判决 无罪定验之后 那么监察委员 陈诗梦 调查 所谓的历任 审理过这些案子的法官 有没有滥用自由行政的问题 而当然了 因为司法院秘书长 吴太郎的回应 陈诗梦跟吴太郎 两个人的这个言语上面的一些 我们看到 至少意见是不同 也引发了很多的司法的话题 今天早上我们请吴老师 为我们来解说 当然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一些 我们要探求的一个真理 就是 司法权是独立的 监察权也是独立的 那这两个权 怎么去相互去监督 或者说 怎么样 要让这个司法 至少要被落实 判决要被落实到公正 至少要如此 但事实上 就法律的设计来讲 可能 可能这个 这个法的设计 不是那么的完美 那真的就赶快修法吧 可是老师 那这个我们这样来看 陈诗梦怀疑 马英九的这个案子 这个法官滥用自由行政 那我想请教你 其他的监察委员 是不是也可以怀疑 历代审理扁案 陈水扁的案子的法官 审理上是有缺失的 我现在开始我也要调查 那这就怎么办 没完没了 这个要涉及到 监察委员的产生 因为监察委员 他是总统提名 立法院同意 所以他的政治性怎样 还蛮高的 非常的高 那如果刚好 碰到那个交错 交错像现在这种情况 等于是 有一半是 现任的总统提名的 有一半是 前面那个总统提名的 就容易出现 主持人刚才讲的这个情况 那你要说 我真的老实讲 因为我们现在的审判 实在太粗糙了 如果你要调毛病 每一个案件都可以调 都可以至少调出一百个 所以问题的 几个问题的根据就是 我们的审判的 这个司法为什么 常常骂就是这样 因为你每个案子 你要调真的 调出一大堆毛病 所以让有新的人 就有可乘之机 对不对 这个是原点在这 那另外一个就是说 因为监裁委员是政治 他在某种程度 并不像法官 因为法官是用考的 那当然这个考 司法特考的这些养成 然后考制的方式 有需要检查 但至少他 不会被人为操控 但是监裁委员 就不一样 因为他是政治任命的 所以比方说 以城市梦委员要 针对这个马案的判决来做 有没有耐用自由心证 我一定要这样讲 如果先切开 就是说马案的判决 没什么不一样 这一点 确实我们是该 指责这个司法的 这个也是司法 长久以来的问题 因为大家看的法条 都要要 各位要注意 虽然有两次判无罪 可是他的理由也不一样 对啊 他不是说 比方说第一次 一审判无罪的时候 他是说有泄密 我们的马前总统 是有泄密的 只是基于宪法四四条的 那个总统的一个 调记 怨记的分争 这个特权 把它阻却掉 然后第二审是认为说 没有 这个时候还没有怨记的分争 所以不能用宪法 那一条来阻却 然后这关法院 发回了以后 跟一审 无罪确定的 这个是认为说 因为呢 他是被动的接收者 所以 过得要件就不合了 所以 即使是判无罪 他理由也不一样 这个确实让人家 就是反映 目前台湾的司法 被骂的原因嘛 那确实要需要自刃 但是 是不是应该有监察院 来去做自刃 这个要打个问号 因为 我说他证实性很浓嘛 那就像刚才主任 讲的嘛 如果你这边 你挑判马的 我另外一边就来挑什么 判扁的 对啊 那大家来自 市场这个情况 目前市场就有出现了 是有出现 在这一届的 这个监察委员里面 确实有出现 类似的情况 就是我用另外一个反制你 所以 在这种情况之下 那永远搞不完 永无宁日啊 对 所以呢 就是说 这个该监督者 那当然 我刚才讲的 刚才讲法官法 是修正权的 那这个会计有修正 对 关于那个法官 评件委员会 在旧法 他一定要移送给监察院 嗯 那但是这次修法呢 就把法官评件委员的 那个移送权呢 就跳过监察院了 嗯嗯嗯 就直接给植物法庭了 是 那这样的好处 就是说可以避开什么 避开这个 属于比较政治性的监察院 嗯嗯 这个 这个是 这个我感觉 应该本来就应该这样做 可是这个会碰到 宪法问题 嗯 因为宪法 宪法 宪法院是宪法机关 对 在宪法里面 白纸叶字写 谈恶犬是 是他的 嗯 所以呢 在这里呢 如果监察院 以后碰到 你跳过我 他不 他觉得很不爽的话 嗯 他你在 法官批评件委 在调查的同时 他也可以针对这个案子 嗯嗯 我来调查 对 对 那这样就以后 就会有宪法的 争议 争议 争议存在 是 好 那所以我觉得重点 因为 因为监察犬 老实讲 他如果调查 这个法官 检察官 老实讲 他要嘛 就是贪恶 如果不要 就不贪恶 还有一个 就要纠正了 纠正没有意义 嗯嗯 那重点在贪恶 但是我觉得 就没差 因为最后还是要 到职务华庭 好 好 那这次宪法 还考虑这个问题 因为监察犬 只是贪恶 它没有实际的作用 嗯嗯 那最后还是要职务华庭 所以重点在职务华庭的组成 这个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 那这次的宪法 我跟来讲 宪法前不是五个都是同温层的吗 嗯嗯 好 那这次司法 也考虑到 哎呦 这样被人家骂也不好 他就把五个里面呢 五个里面有两个是参审员 三个是还是央视法官 不过这样的设计 一看数目就 就不对了 嗯 因为你两票永远赢不过 三票嘛 对对对 那更加还是那个问题 这个参审员怎么来的 嗯 这个参审员还是适合选的啊 对对对 对啊 那考虑到半天 你还是回到原点啊 好 这个问题就是制度设计上的问题啊 老师对不起啊 我们这个 呃 有关于陈世梦跟 吕太郎这两个人的这个事情 我们先讨论到这边 那那个太阳花这个事情啊 我们节目一开的时候 也也请教老师 我们现在只剩一分钟的时间 可不可以请老师简单讲一下 那这个前台北市的局长 警察局局长他无罪 那太阳花这些参宇者 他也无罪 现在都无罪 那现在什么 大家会不会想说 那到底谁有罪 你不可能 到底谁对啊 一分两个都无罪 这个就是出现了司法的问题 不是吗 哦 那我简单讲啦 这个局长 理所当然无罪 因为我们行法二十二地下 有一个依法令行为步伐了 嗯 对 他基本上 他不是他自己要做 他一定是听上级的啊 对啊 而且依法去直言 只是说呢 比例原则的问题 这个比例原则的判断可能 不同的法院可能又不同的法院会有不同的解释啦 嗯 了解 好 今天我们非常谢谢 吴景清老师跟我们的连线啊 来聊一聊 有关于 这个在 审理前总统马英九的这个案子里面 看到了这些 我们看到这些司法制度设计上的这些缺失 其实回归到制度上来讲 还是有机会可以改 我们真的希望这个可以好好的设计它啊 老师非常谢谢您跟我们的连线 谢谢 谢谢